坐飞机出入马尼拉的游客 可能和我一样会对简陋的机场设施感到意外 毕竟这也是一个东南亚大国的首都机场 竟然连个自助登机设备都没有 出了机场大厅 马上能看到佩戴真枪的保安 还有非常破旧的房子 旅途的疲惫瞬间就被消散 菲律宾是个贫富悬殊的国家 在马尼拉 既有很多破旧的平民区 也有像BGC、马卡蒂这样的现代化城区 反差极大 很多准备去旅游的朋友会顾虑安全问题 其实只要注意遵从常识 在马尼拉旅游是不用太担心的 下面就分享一下我的五日游体验 也谈一下安全注意事项 马尼拉的交通拥堵 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东南亚最差 没有之音 酒店请定在市中心 靠近你计划游览的地方 对于大多数游客 我建议定在马卡蒂或者BGC 出行最方便的方式是网约车 最常用的APP是Grab 请事先装好 其次可选出租车 但有可能会被套路 公交基本不用考虑 马尼拉没有地铁 这个标志容易被误认为地铁 其实是地下过街通道 马尼拉的公交车造型独特 像一种家常版吉普 穿行于密不透风的街道 可随时上下课 车上是两条板凳 估计有很多游客坐不习惯 租车自己开 更不现实 看看这路况吧 应该没几个人赶上路 马尼拉的餐饮店 品类丰富多彩 合理选择很重要 当地的饮食口味偏重 有很多油炸食物 最有名的就是连锁炸鸡店Jollibee 在其他国家也很受欢迎 本土的价格要比多伦多的便宜一些 味道是一样的 在马卡蒂 BGC等新城区 遍布各种美式快餐店 咖啡店 让人产生身在北美的错觉 而且快餐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想要吃中餐 可以去马尼拉的唐人街 我去的这家非常不错 环境和味道都合适 价格也不贵 唯一的缺点是要等味 想试一下街头大排档的话 价格超便宜 看上去也很美味 但请准备好一个强大的味 为了吃海鲜 去了这个网红海鲜市场 有点失望 首先并不在海边 其次价格不便宜 和在多伦多吃海鲜的价格差不多 环境也是脏腕差 是在摊位上买了 再拿去餐馆加工的模式 味道还算合格吧 新城区主要是指马卡蒂和BGC 这里的街道宽敞整洁 高楼伶俐 让人感觉好像到了新加坡 有各种名牌店和shopping mall 超市里的商品价格绝不便宜 有些价格甚至高过北美 按菲律宾的平均收入水平 应该是消费不起的 但是来这里购物的高收入人群 还是络绎不绝 这是主要供办公区 员工午餐的美式广场 品类丰富 人气很旺 对于这样的城市景象 来自北美的游客 一定感到似曾相识 我的建议是 在新城区 没必要花太多时间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 来游览同样的超市和商业街呢 老城区就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了 狭窄拥挤的街道 到处是为生活奔波的人们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厚重的历史遗迹 肉眼可见的贫穷 和满满的市井活力 即便在马尼拉大教堂 这样的重要景点 旅游设施也很老旧 有很多当地人在招揽生意 由于老城区面积不大 我建议没必要坐人力车游览 除非是完全走不动路了 这里还有一所大学 校区周围都是供应学生午餐的摊贩 天气很热 但找不到一家有空调的店 著名的马尼拉唐人街 也在老城区 这是我去过的 环境最乱的中国城 这里有一座基督教堂 不容错过 名为李勒伦圣殿 主要服务华人信徒 建筑装饰很有特色 虽然街道拥挤脏乱 但是有许多有趣的街巷值得探访 当然也少不了各类中餐馆 由于这里人员繁杂 还是要注意保管好随身物品 附近的河道污染严重 这里的居民生活质量 很让人担心 Mall of Asia 号称亚洲最大购物中心 这个商业综合体 可能对本地人更有吸引力 里面的各种品牌店快餐店都是复客自北美 客人熙熙攘攘 我很怀疑是不是因为室外太热 大家都想待在空调里 周边的餐饮店品类丰富 除此之外 感觉不出对外来游客有什么游览价值 谈一下我觉得有必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首先就是要注意防范 做好安全措施比如贴身保管好手机和钱包 其次要注意选择可靠的旅游景点和线路 不要去那些偏僻和混乱的街区 此外要避免携带大量现金 很多地方消费可以刷信用卡 选择服务前要先谈好价格 避免过后产生争执 过马路一定要左顾右盼 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我的五日游虽然短暂 但也并没有遇到过任何安全问题 要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友好的 事实证明 只要遵循常识 在马尼拉旅游是比较安全的 下clock 下clock 下Dire funding 下落 下消火 下锁